那命运能不能改造呢 难 我在讲习这么多年当中 说过很多次 我的命不好 前生没做善业 所以命里头没有财 贫 也没有地位 那叫贱 贫贱到极处 那是什么命运呢 乞丐的命运 真的 我竭尽乞丐 幸亏遇到的是善业 自己还有一点点好处 就是孝亲尊丝 这救了我 遇到三个老师 教导我 断物修宣 走出了迷途 命运开造 张安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这一生 从事于教学工作 义务教学 虽然义无所有 物质生活样样不缺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我相信 我家里头的老人 前面两代 没有超过四十五岁 所以说我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我相信 我也没有求长寿 四十五岁呢 已经生一场病 一个多月 病就好了 夜深 没为自己想 何在这个世间 为你安装事情 第一个 报佛恩 佛救了我 正法救助 第二个呢 我知道我要报众生 过去生中 我做了很多 对不起众生的事情 这一生感到的 我报我 真正忏悔 改过自己 用什么来报众生恩呢 教训 帮助众生救我 帮助众生明了 宇宇宙人生真相 我这一生就干这两种事情 其他的事情 如果不想干 不闻 不闻 那在最近十年 我是两千年 移民 到澳洲 接受澳洲大学的邀请 参加国际上的 和平会议 大部分是联合国 主导的 为什么要参加 看到世界动乱 我们用中国传统的 伦理道德 传统文化 跟大臣 佛法里面佛教导我们的 帮助这个社会 化解冲突 帮助社会 恢复到安定和平 这是好思考 我们尽一点 绵薄之力了 那么这些年来 我们做的 也有相当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了 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 知道大臣 佛法的好处 这就够了 所以这些活动 我就不想再参加了 退回来 做我本分的事情 本分的事情 就是天天讲经教训 这是我们本分的事情 这是我们本分的事情 你看在 应该是在三十年前 我讲经的时候就说 我讲经的时候就说苦 人 也就是 印族讲的 顿伦净分 行邪存尘 讲这两个 这就要讲的好不好 顿伦 伦是伦场 伦场是讲关系 顿伦 我们把所有 各种不同关系的人 都能和目相处 这叫顿伦 净分 净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是哪个行业的 我在我自己本分之中 把它做好 然后跟不同行业来 合作 这个社会就美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